他對這次市場經濟是毫無感覺 也是毫無作為 他在92年之後擔任總理期間 我們看到他很快就把他的權力 讓出給朱鎔基 這形成了一個跛腳壓的總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實 所以他真正的一個政治遺產 在我看起來就是陳雲在1989年之後 所說的要把政權交給自己的孩子 才放心 他身上是擔任了雙重角色 一重是技術官僚 一重是他作為紅二代的象徵 那這個紅二代象徵一直體現到習身上 政權最後是交給了習 這整個政權才放心下來 這才是李鵬作為一個政治老人 和習結盟 比如說幫助習上台 以及在習過去最困難的時候支持他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的遺產 而且還會持續下去